我觉得,我女朋友好像重生了 她好像发觉我是个渣男,在玩弄她的感情 而且她开始对我那个如白纸般的弟弟特别好 那天,我见到她把我地堵在墙角 仰头,红着眼隐忍地摸着她的下颌 说,真的我真傻 原来你才是我一直要找的人 上辈子我错过了你 这辈子,我用我的一切补偿你,好不好 这是柳如烟第五次没有和我一起回去了 换作以前,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 我坐在窗户边,盯着屋外连绵的雨 确保自己能被与灵湿的恰到好处 然后冲进了大雨里 柳如烟跟齐鸣坐在咖啡店里 雨还撑着下巴,晃荡着小腿 在桌子底下不停勾动着男生的手 我推开门,闯入店里 一道铃声哗啦过静谧的气氛 我地下的脸色苍白 而柳如烟放开了自己的手 抬眼看我,你怎么来了 我略带戏谑地笑了笑 你说好在学校门口等我的,又忘了 我凑近她,快撞到她鼻筋了 我对自己的长相有足够的信心 于是女人迟一半上,还是垂眼 跟我道了歉 抱歉,小民友不会的功课问我 我才耽误了时间,没能来找你 我笑了笑,大度地说没事 于光,瞥见了我亲爱的弟弟 他的拳头捏紧在桌子底下 难过的神情,快藏不住了 中学时,被那群人摁着脑袋塞进马桶里时 我就发过誓 我会不择手段地过上我想要的生活 绝对不要让别人看见我狼狈的样子 所以我不是个好人,一直都不是个好人 我努力学习,练习各种各样的技能 思考怎样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他人看 扩展自己的交际圈,成为人群的中心 我不择手段地让自己变得很优秀 特别优秀,优秀到别人谈论起我的名字 都会说,齐宇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男孩子 我好不容易获得了我那不狗言笑的父亲的认可 老师喜欢我,朋友支持我 我以为我的人生能一直保持这样一个微妙的平衡 直到齐明的出现,他是我爸在外面的私生子 齐明是自己找过来的 他一出现,家庭的平衡就破了 我质问我爸为什么在外面有过其他女人 甚至还有了另一个儿子,他沉默 他的一切都不是他的错,而且齐明身上似乎自带一种魔力 他那种魔力是像走丢小狗一样的可怜兮兮 和我这人的庄模作样不同 好像围绕在他身边的所有人都会可怜他 不久之后,我爸就开始护着他 朋友也全叫我对他好一点 说这不是我弟的错,叫我千万不要学小说里写的那样 作为一个恶毒的继兄,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危机感 因为我突然发现身边的所有人都在被他抽走 我必须得维护自己的领地 于是我抢走了柳如烟 不过与其说是强,不如说是齐明自己拱手让给我吧 齐明这个热心善良的人,参加过一次抗震救灾活动 他在那里救下了去山区游玩的柳家千金柳如烟 可惜的是那时柳如烟失利有些受损,意识有些模糊 没能很清晰地记住他 于是,为我先一步占领了 柳如烟费尽心思,就想找出当初在灾区救他的那个人 齐明却死活不愿意相认 我说,弟弟,你实在不愿意让他认出你 就把他介绍给我吧 齐明那是咬着牙答应了 可是我想,他现在大抵是后悔了 柳如烟啊,柳如烟是个温柔善良的人 他对我好的时候 一日三餐从来都不落 换着花样给我做可爱的便当 给我吃的青葡萄都是带包顽皮的 只是他一夜之间,对我,好像就变了 由从前的热情变为抵触 我打的电话,也开始不愿意接了 周六的早上,我去了柳如烟的画室 他是学油画的,国外顶尖美院毕业 画室里除了阳光散落的味道,还有松枝的香气 踏进一片宽阔的场地,老远就见到抵着画家睡觉的女孩 似乎是通宵了,女孩的呼吸平缓 我凑过去看她的画质 上面的人与我有三四分相,朝着画者笑 还未抹上颜色,好伴上 我才反应过来,确实不是我 是齐明,我好像盯着画太入神 连身后的女孩醒来都不知道 我是蹲着的姿势,回身,正巧看见 她在无声地看着我 怎么了,干嘛画我地,下次也画一下我呗 我把她搂进怀里,她叹了口气 抱住我,没空,动作挺温柔 画到也挺绝情 我觉得拿个怀鬼胎这个词来形容我们两人 现在的心态,再合适不过 不过,我确实是个善于伪装的人 我眨了下眼,回身看她 如焰,我要是做了什么你不喜欢的事 你一定要告诉我,好不好 别憋着,笨蛋,我伸手捏了捏她的鼻子 不仅是为了展现自己温柔的一面 更是为了寻求一个缓和关系的方法 有时候互相不说 才是造成感情裂痕的罪魁祸首 而我现在,还需要留如焰 她宗刺的眼眸盯了我半场 那样严肃认真,让我有了种我在为自己挖坑的预感 不久,我听见她问我 那天,救我的人真的是你吗 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柳如焰名校毕业,家里的产业涵盖半城 是我达成完美人生道路上 一个理想又合适的结婚对象 先前我确实是奔着结婚才跟柳如焰在一起的 在一起之后,我才发现 我在感情方面,也是个处处茅庐的小孩 所以简单概括,我动心了 于是骗起她这个人来,有些棘手 只是,她没有等我的回话 她推来了我,第一次,我在她眼里见到了失望的神色 不用回答了,是啊 我的沉默,似乎已经回答了一切 只是,我觉得心里有些空落落的 好像自己好不容易见起的城池盈泪 轻而易举的,就被人轰然间抽她一样 所以呢,你跟柳如焰分手了 学校的天台上,我跟另一个女生 一起喝着手中的咖啡 她叫于雪晴,我的学妹 虽然是学妹,但算我为数不多真心交的几个朋友之一 因为我们中学时就认识了 她见过我曾经被霸凌的样子 也帮着我,报复过那几个霸凌我的男同学 我低头蹭了蹭一拉罐口 这样的情况,柳如焰没明确跟我分手 估计也不远了 啊对了,你弟弟这几天经常来找我 于雪晴伸了个懒腰,朝我笑嘻嘻地说 现在叫我回想一下的话 我一定会警惕那天于雪晴对我说的话 啊对了,你弟这几天经常来找我 因为逐渐地,于雪晴与我谈话的过程中 慢慢就多了齐鸣的身影 柳如焰不怎么联系我后 经常跟我说话的人就是于雪晴 我的日子依旧很忙,我有很多比赛需要参加 因为不只是感情方面 我需要在每一个地方多做得完美 才能保持住自己的人设 这样的日子很累,我其实一直都这样生活的 我从没抱怨过,直到那天 我有个演讲比赛 在后台发生了一件事,让我觉得我一直以来的人生 像一个笑话,我是最后一个上台演讲的 也算是压轴 所以最后化妆室里只有我一个人 门被人大力推开时 我正在最后一次整理自己的领带 来的人,是我好久好久不见的女友,柳如焰 哦,她手上还拉着另一个男生 我的弟弟,齐鸣 她怒气冲冲,而齐鸣抿着唇,脸色惨白 她把男生带到我面前 然后把男生的袖子露起来给我看 这些都是你弄的吧 齐鸣白生生的手臂上有着一条又一条的红痕 似乎是边条抽打的痕迹 我扬了扬眉,这举动似乎让她更生气了 你这是什么表情 柳,其宇,连自己的弟弟都不放过是吧 我的好弟弟依旧只是别过脑袋 一副委屈求全的模样,拽着柳如焰的衣袖 好了,如焰,你别问啊 不管我哥的事,如焰,笑得多亲密啊 我垂眼盯着他手上的伤,伤是怎么来的我并不知道 不过,柳如焰似乎认定 我就是那个蛇蟹心肠的罪魁祸首了 我刚想开口解释 门那边又进来一个人 于雪青手插着口袋走进屋里 见到他我松了口气 想要自己笑得从容点 柳如焰,你好好想想 我为什么要对自己的亲弟弟做这种事 于雪青你来得正好,你是知道的 我之前也被霸凌过,怎么会,话说到一半 我就顿住了 因为,我看见了于雪青的表情 他还从没像此刻一般厌恶地看着我 我的脑海里,不受控制地回忆起 这几天,于雪青总在我耳边提亲密 你弟怎么这么害羞啊 你弟高树真的很暗哎 今天在食堂碰见了你弟 你弟,寂静的休息室里 最后响起了他的声线 我听见,他一字一句地说 齐宇,我真是看错你了 被霸凌过,就要霸凌到别人的身上吗 这样的场景有些太过似曾相识 柳如烟的嗅管,我看着于雪青 下意识地挡在他的身前 我朝他们笑,尽管我的整个手臂都在颤抖 是吗,如果认为我是霸凌者的话 就报警吧,让警察处理 好吗,我从他们身边走过 柳如烟猛地抓住我的手腕 我听见他说,给你弟道歉 于雪青挡在了我的身前低着头奉劝我 其余我不想你变得那么恶毒,又没有做错事 为什么所有人都在骂我 我侧身看去,齐宾的样子当真是委屈得很 其实他明明知道霸凌他的人不是我吧 可他偏就不说,我抽走自己的手腕,撞开了他们两人 不好意思,两位,我真的很忙 我要演讲,我要拿第一的 我没时间理你们,都这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参加你的演讲啊 于雪青在我身后这么说着,可是我没有管 我没有回头,登上了演讲台 尽管身后空无一物,我依旧会向前走的 那场演讲,我结束得很顺利 谢墨石掌声不断,我微笑着支谢 可思绪却不在那里 我看着,舞台下 穿着西装的奇名被柳如烟拉着离开 于雪青在她身后,略留恋地勾了勾她的衣角 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聚光灯落在我的身上 我没有落下风,我没有让自己难堪 我的心情,却依旧被排山倒海的失落给吞噬了呢 没过几天,柳如烟突然来找我了 其实我没那么多时间处理感情上的事 柳如烟不在了,也能有其他女人替代她 可是盯着短信见面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自己还是有点难放下她 是,我就只和她谈过 刚开始确实是为了自己的后路 后来,我是真有点喜欢她 我怀抱着那一点点期待,期待她会回头看我 或者是发现,我根本没有霸凌自己亲弟弟的可能 却被她叫到偏僻的体育管理 然后她死拽着我的手腕说 齐宇,你能不能放过你弟 你为什么要造谣,说你弟是插足我们俩感情的小人 我们已经分手了,你能不能要点脸 齐宇 我眨了眨眼睛,简直快被气笑了 那一点点对她的留恋,也在请客间烟消云散了 不是,柳如烟,你从谁那听到我造谣了 她吃笑一声,不是你还有谁 你弟那么善良,总在我面前夸你 你能不能别再拿你那小肚鸡肠揣测她了 我快气炸了,你们俩天天混在一起 谁看了不觉得有猫腻 干嘛非得怪我头上 她扯着嘴角朝我冷笑 露出真面目了吧,齐宇 我告诉你,你弟比你单纯善良多了 我不会让你伤害她的 这辈子,绝对不会了 我想怒骂,回应我的是轰然关门的声音 等我在拉扯着门时,忽然发现我打不开了 她把我关在了这里面,这是我头一次快破房了 我剧烈地拽着门,发出响动 喂,柳如烟,你给我回来 你脑残是吧,反正也没人 我骂得很畅快,我很踹着被人锁上的门 这个体育馆特别偏,平时都没人经过的大种 装好学生装久了,正好适合我发现 在我踹得筋疲力尽,鼻腔发酸时 身旁突然传来一声轻笑 齐宇,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我慢慢转过头,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陌生女孩 正坐在体育馆废弃的垫子上,摇晃着腿看我 她刚刚应该睡在那上面 所以我和柳如烟才都没发现这里还有别人 见到她时,我的第一反应是 我们学校真有长这么美严的女生 红发,眉骨钉,唇钉 我讨厌一切打破我传统观念的小孩 可她却美得张扬又肆意 我愣了下,切换脸色的速度有些慢 嗯,我们认识吗 她笑了,笑得很纯凉 你这是变脸呢,上一秒不框框踹门呢 怎么这么快变绅士了呀 我忽视了她的唏嘘,微笑着问她 同学,你知道这体育馆还有其他出去的门吗 她摇了摇头,就那一个被你的好女友锁上了 我点点头,用手机联系朋友来救我 她跳下坐垫,晃悠到我身边 在我耳旁笑 齐宇,你真不认识我 我转头看她,愣,她长了张看样子男朋友很多的脸 我不会找这种女生的 因为她完全不符合我对未来伴侣的匹配标准 不认识 太阳眉,我们加过联系方式的 怎么可能,我不信邪,把手机掏出来让她输 她低头输了自己的手机号 然后还真搜出来了 备注是,一百七十富博不鸟我 她沉默了一阵,然后在我耳边狭促地笑 我突然想起,我好像从前确实为了寻找合适的女朋友 对通讯路里家的女生,进行了一些 分门别累 齐宇,你怎么连自己养的鱼都不记得啊 偏她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重新审视她,我记忆力很好的 我没有忘记她 她叫丁孟琪,可是,记忆里的她 和她现在大相径庭 我是在陪我爸参加的一场酒会上认识她的 如果说,柳如燕家的产业还在半城 那丁孟琪家可算是真正方方面面都参透进整个城市的那种大家族 连我爸都要巴结的 之所以没认出她 是因为我记得很清楚 酒会上的她一身黑色长裙 冰山美人一样生人物尽 微信上的她不鸟我,很高冷 我约过她好几次,全程被拒绝的那种 自从那次体育馆相遇 丁孟琪开始频繁找我 于是我对她的备注,由一百七十富婆不鸟我 变成了一百七十富婆神经病 这些我绝对不会跟她说的 她家有钱,对我来说就是人脉 她对我有兴趣,正合我意 至于谈感情,我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 女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跟柳如燕算是掰了 不过她好像也没跟齐鸣在一起 在学校里有时能看见她在教室外等齐鸣的身影 合着,她好像还在追齐鸣 我没有时间管这些 我霸着手把公司的事情交给我管理 我就更忙了 其实我知道她本来是准备教齐鸣的 可齐鸣真的,不太聪明 我以为,我终于把齐鸣笔下去了 我以为,我在她面前证明了自己 我可以把我的爸要回来了 结果那天下午,我爸坐在主位上 给我倒了一盏茶 一字一句地说 小宇,你好好学 以后,你要辅佐你弟弟的 我这么努力 我起早贪黑的学习 我没有玩乐的时间 我拼了命想要获取他人的认可 结果呢 我爸只是叫我学这些 然后去给我那个只会弹琴摔的弟弟铺路 那天下午,我跟我爸大吵了一架 他摔碎了眼台 指着我,气得说不出话来 你知不知道,其实你 那一刻,我总觉得 我爸要把什么瞒了我很久的话告诉我了 结果,一道白色的影子闯了进来 够了,爸,你不要再说了 齐鸣拦在了我爸面前 他咬着唇 哥,你不要怪爸爸好不好 都是,都是我不好 要不是我,事情都不会变成这样的 我就是个灾心 他委屈得都快掉眼泪了 我不知道一个男子汉 为什么能成天到晚哭来哭去的 我笑了声 凑近他一次一句地说 对你就是个灾心 他猛然一颤 像一只受惊的兔子 我爸已经举起手边的字典砸向我 这次,我没能躲开 额头的剧痛几乎把我吞噬 我依旧鼻挺地站在那 我想笑的 可是我笑不出来了 我转身走出房门 身后是我爸的怒吼 他叫我滚 别再走进这个家门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身边的人一个个离我而去 不管我怎么加倍努力 都没有用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站在了另一个人的身后 那就是我的弟弟 齐鸣 很奇怪吧 就像是有只无形的手操纵着一切一样 参加比赛我拿不到第一了 而是因为老师看见了我弟的努力 说我弟感动了他 我弟总是会主动加上那些跟我玩的好的朋友 美其名曰想要离哥哥近一些 然后过段时间后 不知为什么 那些朋友就会主动疏远我 最近 学校又开始谣言四起 都说我是校园霸凌者 说 我就是个恶毒虚伪的男人 说 我曾经被霸凌过 现在又霸凌自己的亲弟弟 有些我当初被霸凌时的照片流出 他们像是一把刀 直挺挺划过我的伤口 那些照片 就只有与血亲友 我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造谣就算了 为什么还要把我曾经被伤害的照片 发到学校论坛上 他说 这些都是我应得的 谁让我欺负我的亲弟弟 你这样把自己倒掉着有什么意义 丁梦奇歪着头 站在我身前 我确实倒掉在偏远体育馆的杠杆上 当然是为了不让自己难受 只是 我忘了 丁梦奇也总来这废弃体育馆的 这么多天的相处 我和丁梦奇逐渐熟悉了 我知道他表面高了 事实上脑子有炮 我知道他也很孤独 才总是找我 没人跟他玩 因为别人都说他是灾心 丁梦奇 我最近看了一部小说 就是 假少爷在家里作威作福 然后真少爷回来了 我觉得 我好像那个假少爷 我是纠战雀巢的坏人 是恶毒的炮灰 是最后众叛清理被打脸的男儿 他垂着眼看我 然后笑了 是吗 哪有你这么可爱的男儿 他笑着把我从杠杆上扶了下来 下来吧 再这样下去脑袋要冲血了 你是蝙蝠吗 窗外大雨依旧连绵 我突然问他 你也觉得我是霸凌者吗 他眨了眨眼 低头 拽出自己一直戴在脖子上的项链 那是个同志有些发旧的六芒星项链 按理说 他这样的大小姐 不可能戴这种档次的项链 这是我以前在孤儿院时 一个小男孩送给我的 六芒星项链在晚霞的照应下 散发着暗沉的光 那个小男孩 算是我活下去的希望吧 他跟我说 正是因为人生有劣系 光才得以照进来 其余 你也可以是温柔善良的好人 是自强不息的主角 是最后人生圆满的难医 道路怎么走 是你自己决定的 不是吗 是 被命运捉弄又如何 全世界都不站在我这边又怎样 就算是死 我也要死得枯链 我就是这么活下去的 骨头被打碎了 我也会站起来 哪怕自己活得不快乐 我也要活成快乐的样子 给别人看 我以为只要自己够绝 够不服输 命运总有一次会站在我这边 可惜 我错了 相处久了 丁凤奇或多或少会在我口中 听说一些齐链的事 他和齐链没见过 有点好奇你那小白莲花弟弟到底啥样啊 那天 丁凤奇咬着吸管 突然说 小白莲是他给我弟起的外号 我能从他口中听出来 他不喜欢我弟 可我还是下意识的皱眉 你别去找他 他身上很邪 特别邪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 其实我不信丁凤奇也会被齐链蛊惑走的 他和其他人都不一样 至少他是个神经病 神经病的想法是难以踹度的 可我就是不安 怎么 你怕我被他抢走 丁凤奇来劲了 偏要逗我 还真是 怕 丁凤奇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身边的人了 虽然他有点小病 当真了 我怎么可能会离开你 丁凤奇笑得轻松 同时 我身后想起一道熟悉的声线 哥哥 你怎么在这 已经晚了 我看到坐在我对面 刚刚还笑着的女生 在见到齐链后 愣在了原地 那是我头一次觉得 命运如一张巨手般拿捏住我 丁凤奇在孤儿院时 有一个小男孩送给他一条项链 他一直戴到现在 那个小男孩是谁 我的弟弟表情讶异 朝丁凤奇笑 孟奇姐姐 你怎么会在这里 小太阳福利院 你还记得我吗 何止是记得 他说 他算是他活下去的希望 那天我做了什么呢 我转身就走了 接下来的场景我都能想象到 两人相认 丁孟奇发现 他生命里的光居然正是我的弟弟 然后彻底站在了我弟弟的身边 他会嘲讽我 会谴责我 会说 齐链 原来你是这么一个 只会造谣你弟弟的坏男人 这桥段我也太熟悉了 这次我有先见之明 先一步把他所有联系方式删了 这样他之后要删我 我还能站得上风 可我的脚步还是不能停止 我明明说过我要活得很好的 我要让所有人看见 我站在最高处的样子 我怎么可以就倒在这里呢 和爸爸的关系 是我主动去缓和的 现在我根基还太弱了 没什么与他抗衡的能力 于是我跟我爸定下一个赌约 我和齐链 共同参与一家公司的项目锦标 我赢了 他就让我主导公司的决策 我输了 他也不需要我辅佐弟弟 直接叫我卷铺盖走人 他说 他不认我这个儿子了 其实到这里 我大概明白 我在我爸眼里是什么位置了 而他瞒着我的 到底是什么了 但我也只有笑笑 接下来这个项目 临近毕业 我也确实到了 需要考虑进公司的时候 这是我头一次接手这么大的项目 等于之前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 我上手还算快 我在公司里出方案熬到深夜 整个大楼的灯都熄了 我还没有走 而我的弟弟呢 他接到这个比赛内容时还很迷茫 说 哥 我不想跟你竞争的 可是 我却不敢对他放松任何的警惕 名字带了的丁 其实就是丁孟琪家的子公司 也就是说 这场招标的结果 丁孟琪或许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不过此时 这个女人的名字 已经默默躺在我的黑名单里了 再一次修改策划案修到了深夜 我揉了揉眉心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公司里都在传 我是个嚣张跋扈的大少爷 所以我的属下都不怎么配合我 反而抱怨自己 怎么没被分配到齐名手下 我点了点墨水 这样万籁聚集的深夜里 却是无力和失落 一波波朝我席卷而来 为什么 为什么无论我怎么努力 总是有一层打不破的壁垒 为什么付出一万分努力的人是我 头破血流的人也是我 真的有宿命吗 我关掉电脑 朝楼下走去 一辆黑色的保时捷 停在了公司大门口 我抬眼看去 丁孟琪的耳钉都拿掉了 一身黑色长裙 安静地看着我 我想绕过他 他上前拽住我的手腕 我吃笑一声 定定地看着他 你想跟我说什么呢 叫我别再伤害我弟了 叫我主动退出这场竞争 还是叫我跟我纳善良纯真 没一丝一毫星期的 可爱弟弟道个歉 无声的风中 我看见他叹了口气 抬手里了立我的衣领 然后点起脚朝我笑 叫你早点休息 不要熬眼 我愣在原地 他果然是个神经病 连我弟都不要的神经病 我和他一起靠在车子上 他低着头 玩着手中的咖啡杯 其宇 这次竞标 完全是为你弟弟设计的 那个项目 虽然是我家在招标 可合伙人 是柳氏和于氏 柳如烟和于雪晴 你弟弟完全能靠着那两个女人 拿到这次竞标的资格 这场赌局一开始 你就注定输了 怪不得我爸一点也不担心 我会抢走我弟的位置 怪不得我弟就在忙着 和柳如烟与雪晴两人纠缠 好像天使地利人和 全都在他身上 我所有的运气 都被他抽走了一样 今晚没有月亮 我听见丁梦奇轻轻的说 我可以帮你 大概觉得没什么差错 齐鸣那边的设计稿 已经交过来了 我可以 帮你把他偷出来 他剩下的话 不言而喻 如果偷了那份设计稿 我完全可以在竞标的时候 先一步将设计稿展示出来 到时候 齐鸣将没有能力证明 他的设计稿 为什么和我的是一样的 这好像是唯一能赢他的办法了 我盯着我身边的女人 为什么要帮我 你带着他给你的项链戴了那么久 他愣了愣 然后笑了 哦 那的 其实在孤儿院的那段日子 真的蛮痛苦的 看到他的脸 我就会想起这些 我就更讨厌他了 他果然有病 我没有回应他的话 两只飞蛾围绕着那唯一一盏路灯 扑闪着翅膀 我听见他轻轻地说 我是被我爸从孤儿院里捡回来的 我妈把我生下来后 就把我丢在那所福利院的门口 后来我爸找到我 确定了我俩有血缘关系 我是他唯一一个 有血缘关系的子嗣了 他总是希望我能坐上他的位置 但我并不想做那高高在上的执行女总裁 那你想做什么 我抬头 问他 黑夜里 那是丁梦奇眼中头一次闪过光 我想 他顿住了 然后朝我笑了笑 算了 其宇 如果有一天真从事了梦想中的职业 我再告诉你 好嘛 后来 我到底没让丁梦奇帮我偷那份设计稿 不择手段的采用恶毒的计策 我倒是不介意 我只是单纯看不上齐鸣的设计稿罢了 把他的东西说成我的 对我来说是一种侮辱 很快 就到了竞标当天 我穿着精致的西装 与齐鸣擦肩而过 他想拽我的衣袖 切生生地喊我 哥哥 我们不要这样好不好 爸爸也不像我们这样的 以前 我是所有人心目中最优秀的齐家继承人 现在 却是个人人必知不及的坏人 如果这是一部小说 那么小说快要接近结尾了吧 带着金手指打脸的龙老天男主 开启了自己新的人生 而我这恶毒的男二 要下线了 可是 这世界上 真的有经味分明的黑和白 对合错吗 我紧钻着手中的策划案 与命运发出最后一次反扑 结果 一败涂地 这确实就是一场为齐鸣所设计的竞标 在场的好几个合作坊 都与柳如烟有关系 再见到这个曾经的女友 我却感觉恍如隔世 竞标结束后 她白色旗袍 将我堵在楼梯的角落 满眼都是讽刺 齐宇 我跟你说过吧 我会让你后悔的 你看看现在的你 一败涂地 这就是你欺负你弟的代价 我一直低着头 大抵是觉得我没有斗志了 她轻斥一声 是啊 现在的我 什么都没有 我重判清离 任人践踏 即将被赶出这个生我养我的家 可是 就在她要离开时 我忽然开口 说道 我没有输 我不会认输的 她嘲讽的摇摇头 忽视我大不离去 现在的我 再也不会对她的宝贝齐宁 产生威胁了 我扶着墙 慢慢地支起身子 但是怎么说呢 我这个人就这样 就算我面前升起百刀监阻 我依旧会前进 纵使羡慕杀青 我也要在观众的脑海里 留下浓重的一笔 我爸告诉我 我不是他的亲生儿子 其实我猜到了 反正这样的人生 怎么狗血怎么来 命运就是要我 怎么都比不过齐名 可我偏不 后来 丁梦齐送我去了机场 国内我待不下去了 对几方针对 还真如同丧家之犬 之前在学校认识了一个 学建筑设计的学姐 后来去了英国 开了一家小的设计公司 也幸好以前 我咋了那么一点人脉 学姐说 愿意收留我 而我之所以选择建筑公司 是因为我爸 就是靠建筑投标起家的 我不会永远 像一只丧家犬一样 待在国外的 我还会回来 拿他们引以为傲的东西 狠狠地打他们所有人的脸 登上飞机的那一刻 便阔别了故土 盯着流窜于风霄的云烟 才会在那一刻 那么真实地觉得 我被整个世界抛弃了 生活要是一本爽文小说就好了 只要念出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就有了默契少年穷的底气 来到英国的第一年 我过得并不好 最离谱的是 因为别人的出家更高 有次我租房子租到一半 被房东连夜 把我的行李带着包 推出了房外 这是远在国内的 雨雪青的手笔 他给我打电话 恶狠狠地说 我弟这几天不开心 我也别想过得开心 伦敦这潮湿的天气 说下雨就下雨 密密麻麻的乌云 恍如神怒 我抱着包躲在桥下 怎么也阻止不了 无边的雨水 漫进包中的设计稿 就如同怎么也阻止不了 自己置身陷入黑暗的命运 你还是不相信命运吗 丁梦奇送我走时 朝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还是不相信命运吗 说不定你就是粉身碎骨的命吗 说不定你做的一切一切都是徒劳的 最后你还会被人扔进暗无天日的地底里 你还要再抗争吗 你还要再努力吗 说不定努力了 也没有用呢 我抹着脸颊上的雨水 手指颤抖地拨出那串号码 直到听见电话那头 他清澈安和地声线 喂 现在才舍得给我打电话 你真狠心啊 他好像永远目中无人 游离室外 不着调 我捏紧话筒 轻轻地问他 丁梦奇 我们该相信命吗 话筒那边的人沉默了半顺 然后回答我 我也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后来 我才知道 我给丁梦奇打电话的那个晚上 他刚跟家里闹翻 名校毕业 能力出众的丁梦奇离家出走了 他说不干就不干 说不想继承家业 就把银行卡 所有的积蓄放在了他把书房的桌子上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志向 是一年半后 他从地球的笔端 向我发来的一张张照片 春去秋来 好像世界上所有的糟心与不堪 堕落在我和丁梦奇两人的身上 我在伦敦的街头 遭到第十一次合伙人的拒绝 丁梦奇在叙利亚的战火中 弄丢了他最昂贵的镜头 是 他的志向 是当一名战地摄影师 我才知道 他曾经待的那个福利院 收养最多的 也是东南亚战争中被遗弃的孤儿 也许那颗小小的种子 在他还很小的时候 就伸直在了他的心上 到现在 深根发芽 然后驱动他前行着 他在战区拉响的警报中 与我通过最后一次电话 他说 祈宇 我想明白了 我就是干这事的 后来 和他所有的交流 都是通过信件完成的 从他的笔下 我都能想象出 那炮火连天的场景 被硝烟震碎的防瓦 可是最震撼人心的 却是防瓦下 无辜小孩清澈的双眼 他说 他没能救下那个小女孩 敌极轰炸而来 他被负责保护 他们这些新闻记者的军官 揣着藏在了掩体下 那小女孩呢 后来他仓皇的 在废墟中申霸 却只能在瞧见 零碎粉红的布片中 慢慢崩溃 很多时候 我都觉得命运 在给我们开一个巨大的玩笑 我和他心里的交流 都如同在比彩一样 我遭到手下设计师的背叛 他差点被从飞机上落下的炸弹 炸掉了一只腿 再后来 命运似乎又放松了 紧扼着我们咽喉的手 我的建筑公司开始少有起色 丁梦奇的一张照片 蹬在了国际影展之上 他在获奖时这么说 忽然落下的炮弹 如果不够直击心灵 那么炮弹下孩子纯色的双眼 这样的孩童 于战争之中却有千万 丁梦奇拍的很多照片 都是直接寄给我的 有的时候 我会帮他挑选一些照片 投稿在期刊和网站 有一天 我看见他在一张照片背面的右下角 写了这么一句话 字迹仓皇 比风却坚定 如果你拍的照片不够好 说明你离得不够近 这 大概就是丁梦奇这样的人 燃烧生命所要做的事的意义 在离开故乡的第五年 我们的设计公司终于走向正轨 我的设计作品拿到了国外一个 非常具有含金量的奖项 命运终于站在了我这边 我在海岸的波涛声中迎接曙光 却再也找不到丁梦奇 他又很久没有跟我联系了 之后整整一年 我都没有他的消息 战地记者就是这样 即使暴露在镜头之下 有可能前一天还在有说有笑 第二天就永远地留在了那片战场之上 怎么也联系不上丁梦奇 我久违地感受到焦急的情绪 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 如此在意丁梦奇的呢 是他坚持不懈地给我寄信 是他偶尔从炮火中的战区 借到军用电话 跟我嘴炮两句 是他拍下的那一张张照片 全一股脑寄给我 他说 齐宇 如果有天我不在了 你帮我整理整理 发表一下呗 回过神来时 我已经动用了所有的关系 一边便翻着他写给我的信 可是 丁梦奇消失的时间太长了 是不是就是和丁梦奇在一起人会变备啊 丁梦奇不见了 我的运气反而变好了 公司越做越大 我在建筑圈的地位也节节高升 好似有一只无形的手托着我 这样上升的喜悦 明明是我期待的 可我却被无人分享的失落笼罩 除夕夜 我一个人走在伦敦的大街上 其实这些年 英国人也挺热衷于过 Chinese New Year的 甚至有的街道上会挂起红红的灯笼 可是这样团结的节日 对我来说却没有意义 我低着头走路 直到眼前出现一双皮靴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一刻 我满腔的愤恨 不甘 英国他相遭受的所有委屈 就爆发了 我盯着面前的女人 推了她一把 边推边问她 你去哪了 啊 我问你你去哪里了 你不会跟我说一声吗 记个姓 几张破纸 有那么难吗 你知不知道 我以为你 我以为你已经 剩下的话我没说出来 因为她被我猛然搂进怀里 我多久没有跟人拥抱过了呢 以至于我抬手 她那样的体温 虚幻到不真实 抱歉 她声音沙哑 在叙利亚战区报道的时候 被当地武装部队劫持了 我的脑袋 我们在当地军阀手中 被关了九个月 我到现在都觉得害怕 其余 那些军官当着我们的面杀人 我不怕死 我只是怕 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空中淬然升起烟花 我所有埋怨的话 莫名其妙地咽了回去 我只是紧拽着她大衣的外套 我只是不知道 我还能留有些什么了 时间或许真的会改变人很多 当初被赶到国外时 我愤恨 不甘 带着势必要重新杀回来的决心 此时再回到国内 我只是觉得恍如隔世 大家都变得不一样了 那时是学生 还有着年少时的志气 无论是恨还是爱都很分明 而成年人的世界 不存在表露真心 到处都是虚与为疑 当地房地产大商的酒局上 我见到了柳如烟 现如今我的身份 已经能跟她平起平坐 不 她甚至还有求于我 我看着那个女人 笑着朝我敬酒 好像她不曾将我拉进深渊 不曾将我抛弃 是啊 成年人的世界只有虚与为疑 我跟她碰了碰酒杯 客套了几句话 好像我们之间并无恩怨 转头就让助理全力对付柳如烟家的公司 因为这几年她着了魔一样帮齐鸣 蒋家公司资金链已经断了 她本以为顾及我们往日有勤奋 拉我赞助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却上赶着去踹了她几脚 往他们资金的亏空上火上浇油 还有于雪晴 这个人多年追求齐鸣无果 反而自暴自弃 终日欲遇寡欢 我是在酒吧后头碰见烂醉如泥的她的 她颓废道我都没有想对付她的欲望 我踢了踢被酒精麻痹着昏睡过去的她 叫助理放下了那几只关在车里的野狗 一时之间 那个幽深的巷子里 响彻其女人的呼喊和野兽的吠叫 那么 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我的好弟弟 齐鸣又去了哪里呢 命运又一次把我们俩引向了对立的地方 又是一次招标会 只是这次招标 决定着我的公司能不能成功进军国内市场 之前的好几次合作会谈 我见到了我的弟弟 他依旧喜欢穿白色的衣服 如我预料般踩着爸爸上位 混得如日中天 他弯了弯眉眼 与我握手 在我耳边轻轻说 哥哥 你怎么还会回来呢 你又想被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夺走吗 这是小白狗 第一次朝我亮起他的獠牙 我想 大概是我真真正正的威胁到他了 他眯着眼 朝我人畜无害的笑着 其实我一直都隐约知道他是有心计的 可是他隐藏的太好 而他周边的人又如同着了魔斑臣服于他 丁梦奇是在招标会的前两周回国的 彼时的我忙得焦头烂额 为了这个招标会 为了银齐鸣 我必须准备充分 充分到哪哪米显微镜都找不到丝毫破绽 灌下第三杯咖啡后 为他在电话里强制说道 你下来 别看你那破亡案了 我坐进丁梦奇的车里 然后倒头就睡 咖啡音再强都抵不住困意 他叹了口气 无奈的给我盖上毛毯 我是在傍晚十分醒来的 窗外的矮光于朝内漫进一道斜斜的线 他举着相机 不知道在拍些什么 别拍了 我揉了揉头发 告诉他我毛都没理整齐 他给镜头盖上盖子 然后给我递来一只文件夹 苦笑 秦宇 你还记得你问过我 我们该信命吗 现在 我也不清楚了 我打开文件袋 里面是好几张照片 齐鸣牵着一名女孩的手 出入好几家酒店 丁梦奇揉了揉眉心说道 韩思思你知道吧 就是你们这次招标会 目标公司的老总的女儿 这个老总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这么牛逼吧 产业涵盖全国 家里还有背景 听说 还特宝贝这个女儿 诺 他点了点照片 他这女儿跟齐鸣出入多少次酒店了 这次招标会到底谁中标 还有疑问吗 就差说这次招标会 就是老总拿来哄他小千金的礼物罢了 但我的关注点却不在这 我翻来覆去的看这些照片 问他 丁梦奇 你一站地记者 怎么还认识花边狗仔啊 这拍摄角度 纯纯狗仔拍的吧 他脸红了下 抵着唇边 轻咳了一声 嗨 我自己拍的 一般记者可没我这游击技术水平 我把照片收好 然后交还给他 朝他笑 嗯 我知道 其实 我有个朋友 一直在做人工智能行业 来之前 他让AI帮我算了一下 这次我中标的概率 你猜是多少 0.37% 可是 我依旧觉得我能赢 他愣在那 然后呼地笑了 举起相机 对准我 问我 为什么 以前 我总以为我是男二 我是命定的配角 始终会牺牲的跑回 可是 万一 我其实是另一部小说的主角呢 万一 是有人看着我 希望我决地反击 希望我赢 希望我打败命中注定的对手呢 我朝着镜头 勾了勾唇角 轻轻地说 我不会输的 概率是0.37嘛 0.37在某一刻 也会成为100%的 一定要好好看着我 盛大羡慕啊 这次招标会的组织方 就是那个神龙不见尾的老总 我约了好几次 他都没答应 直到我提起他女儿的名字 说我其实跟他宝贝千金的心上人有恩怨 终于获得了个20分钟约谈的机会 他果然是传说中那种 气场很足 举手投足之间均有着精英贵气 全是大道动一动手腕 就能捏死一个人的 却无比宠女儿的男人 他拿起跟女儿的合照 细细端详 齐先生 就算你拿丝丝争取到几十分钟时间 我并不认为我们有什么好谈的 我笑了下 朝他说 顾总 他们都说 你宠女儿宠到了极点 他眸色微微一宁 顶着我 可你知道你女儿现在的男友 就是我弟弟 是什么货色吗 所有的女人就跟着了魔一样 站在他身边 全心全意地信任他 我很担心 顾总 您的爱女也是这么一个状态 他明显有些愤怒 瞪着我 你敢揣测我女儿 我摇了摇头 我只是劝您认真考虑下罢了 想起柳如烟跟雨雪芹的下场 我又加了句 免得之后吃苦吃灰还后悔 他吃笑一声 所以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我顿了下 这才准备进入今天的正题 因为顾总 你一定看过我弟的投标书 你知道我弟弟是什么成分 这些天我送来的方案 是不是就是比我弟弟优秀呢 你其实能看出来吧 这次招标会 或许只是你送给宝贝女儿的一个小玩具 可是 你有没有想过选了我 能为你的集团带来更大的利益 这点利益对你来说或许不算什么 可 如果这个利益能引爆更大的连锁反应呢 我旗下的这个品牌 自创立到火爆全球只用了四年 您是个理性的商人 您有您的权衡 我只是想告诉您 我的价值比你想象中要大 我相信 当你做出了选择我的决定时 你绝对不会后悔 所以 我只是希望 您能公平对待这次招标会罢了 来人紧盯着我不说话 我欠了欠身 朝他礼貌的告辞 我不要他的回话 我只要这颗种子在他心上种下就可以了 之后 我马不停蹄的投身到方案的修改之中 跟他的二十分钟的约谈 当然不是跟他讲屁话的 为了工作中和客户的交流 我自学了点心理学 脑中构建他的形象 然后推测顾冷停这人喜欢怎样的方案呈现 从汇报到当天穿着 再到说每个字的语气 都要改 一直连忙了五六天 招标会的前一天 丁梦齐约我去爬山 其实我脚步有些虚了 他告诉我爬完就带我去睡觉 而之所以一定要爬上去 是因为山顶那座庙很灵 我都被逗笑了 丁梦齐 你这么迷信啊 他背着手 站在庙堂之下 那天 才知道齐明就是我小时候错过的那个小男孩 其实我动心了 我正愣地看着他 然后下意识地问他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在一起 因为我不性命 庙宇穿堂而过的风带起红色的绸缎 他一步步走到我身前 将那枚红色的护身符带在我的领口 可现在 我却控制不住地想告白寺庙中的众神 祈求他们放过你 祈求他们站在你身边一次 我就这么顺势将他抱住 食指相扣 插入掌心 他的脸颊贴在我的胸膛 我不想你难过 不想你不甘心 不想你付出那么那么多努力 却输得一败涂地 你知道吗 那天你打电话问我 我们该不该性命时 我快心疼死了 我盯着院子中的梧桐树 抬头 揉了揉他柔软的黑发 我不会输的 丁孟奇 我说过的 我不会输的 转眼就到了招标会当天 齐明似乎很喜欢穿白色衬衫 白色也确实适合他 看见我 他朝我挑衅的笑了笑 仿佛我不是他的竞争者 仿佛我早已被他踩在脚下 参加招标的公司不算少 但其实大多也知道 最后的赢家会在我和齐明中诞生 我们一个是实力强劲的新兴品牌公司 另一个是总裁千金的情人 是齐明先讲的 他 果然很努力 但除了努力也就没什么了 甚至连一些二流的公司都比不过 可是 他这人就是很奇怪 明明不那么完美 他却只能让人注意到他的优点 他讲完之后 就到我了 站在主讲台时 我有些恍惚 要说的话早已在副稿中打了千万遍 我盯着窗外悠悠掉落的树影 法国武童随风摇晃 我想了很多 很多 小时候 为了得到爸爸的认可 拼了命努力学习 他们说我胖 我就节食减肥 最后把自己做进医院 没有人来看我 没有任何的世间娱乐 疯狂地刷各种竞赛题 研究自己如何笑起来 才是最如沐春风的 戴上假面处理一个个人际关系 学小提琴 学书法 学演讲 我要变得很优秀 很优秀啊 只要足够优秀 我应该就不会失去了吧 可到最后 我还是空无一物 骨头被打碎了 我又站着拼接起来 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能不能不要让我一直失败下去啊 我的演讲结束了 我赢得了满是掌声 所有人都折服了 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状态 我对这空荡荡的善爱 练习了千万遍 只有一个人无动于衷 就是 坐在主位上的招标主办 那位老总 他开始总结这次招标会 唯一提到的方案就是齐鸣的 听着听着 我的心情开始如坠冰枯 难道 又失败了吗 我怎么就总是不服输呢 一次又一次 骨头都要撞碎了 这零点三七的概率 又如何会站在我这边啊 我抬头 对上我弟野鱼的视线 他甚至都不用讽刺我 这么云淡风轻的看我就够了 仿佛在说 哥 我是不是又一次将你推向了地狱呢 我强撑着坐在椅子上 为有些静蓝 魂不守舍 主位上的男人说了什么 我快听不清了 我就听他夸赞着齐鸣 说他能看出准备此方案人的赤子之心 虽有不足 但是是他见过最美好的作品 说着说着 坐在主位的男人 把弄了下手中的戒指 然后 他的视线落在我的身上 不过 我想 这个项目最终的委托公司 我要交给 齐鱼先生 我猛然抬头 画面在我眼前慢放了 老总说出的话 让会议是一片哗然 齐鸣猛然站起 我听见顾冷廷说 齐鱼先生 您的方案的完美程度 让我无法拒绝 我确实是个商人 我很欣赏 您做到了您说的话 他走过来 与我握手 我立马保持住体面的笑容 会议室里不知何时响起掌声 这样赞赏的目光 好似久违的落在我的身上 唯有齐鸣站起身 他的身边还坐着那个千金 千金通红着眼 看着老总 然后腹肌般跑了出去 我的视线恍惚 好像看到了很多年前的自己 那个被摁在马桶里的小男生 那个把自己缩起来的小男生 他问我 齐鱼 你赢了吗 我想 我赢了 我赢的不是齐鸣 我赢的是我的命运 出了公司 我捏起手机 打给了一个人 他很快就接了 话筒里一起他的一声轻笑 嗯 情况怎么样 你猜 我眨眨眼睛 逗他 我猜你中标了 诶 丁大摄影师 你猜的真准 他笑了 那样勾人的笑 弄得我嘴角也有些止不住 他问我 你在哪 因为急于给他分享这个消息 我就坐在公司轮口 一个报刊亭旁 我把地点报给他 他说 齐鱼 你不会忘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吧 生日我早已习惯不过 可他的话让我想顺着他说 所以呢 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丁梦奇 你去你身旁的报社 买一本叫做主角的杂志 那天 阳光明媚的刚刚好 喷泉旁有鸽子嬉 被风扬起的树叶 藏进跃动的波纹 我看见 那气叫主角的杂志封面 印着我的脸 丁梦奇很擅长拍人像 他给一些杂志供稿 我并不意外 我意外的是 我的脸 真能被放在那么大一个封面上 是 那天在车里 他给我拍下的 我半边脸落在阴影里 眸中明亮 对着镜头 他按下快门时 我对他说的那句话是 一定要好好看着我 盛大羡慕啊 我笑了声 风扬起我的衣领 丁梦奇拿着摄影机 就站在我的对面 电话里传来他的声线 就算前路坎坷 一会勇往直前 其余 你是你故事里的主角 一直都是 番外 这是自那次竞标之后 多少年了 明明我也还不老呢 可是 我的弟弟就入土了 我盯着墓碑上的照片 只是这时候 身旁是爱一只养尊处优的手 他缓缓摸缩着 摸索着墓碑上 我弟弟的相片 纵使戴着墨镜 我也知道 他是个盲人 还不是普通人身份的盲人 他是顾家千金 哦 现在已经失去千万家产 成了个普通人了 哎 阿明 他喃喃着 欲语泪先流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原谅我 我不该跟你一颗肾 不该因为你和别的女人笑了 就划了你的嘴 不该强迫你捐掉眼角膜 你看 我把我的眼角膜给你了 我不该为了囚禁你 找人把你的腿打断 阿明 我不想逼你的 我爱你啊 我爱你 对不起 女人痛哭 我往旁边烧烧 怕他把眼泪溅到我的裤脚上 而在齐明幕旁 还分别有着柳如烟之木 与雪晴之木 好像是他俩为了齐明 争风吃醋 双双开车坠入悬崖 实在是让我唏嘴的欲望都没有 我把白花放在我弟的墓碑旁 就走了 绕过墓园 有一辆白色的轿车停着等我 丁梦奇坐在副驾驶上 懒懒的看我 你还挺有心 给你递扫墓 我耸耸间 不过是想奚落他的下场罢了 他笑了声 然后我发动车子 听见他漫不经心的说 齐宇 我下个月 要去利比亚战场吧 哎 总是这样 回国的时间好短 齐宇 你也老大不小了 你 要找办 结婚了吧 我不知道能不能赶得及你的婚礼 我 我打断了他的话 丁梦奇 我下个月跟你一起去 他猛的转头 愣在原地 颤抖着问我 你说 什么 我说 我跟你去吧 之前跟你一起搭档的那个记者 不是离职了吗 我 做你的新搭档吧 反正 齐明死了 我没什么卷的动力了 你给我从战场上传过来的照片 看多了谁不动容啊 我也想 静静人生价值呗 我略有些便秀的说完这些话 被他猛的压在车窗上 你干嘛 我踩了刹车 拍他的背 他眼里有亮光 气气爱爱的看着我 你真的愿意 跟我走吗 其实我知道这小姑娘 喜欢我 想把我拐走 可他那工作的性质 又实在说不出口 我抬手 揉了揉他的黑发 哎 也不是单为了你 丁梦奇 人看过那战争的惨状 就不可能无动于衷的 而如今 号召和平 使公众的目光 转向战争带来的危害 就只有你这途径了吧 会不会笑我自大 我希望世界和平 他的鼻尖层在我的脖梗上 轻轻地说 不自大 这就是我们这样的人 要干的事 不是吗 全文完